各位朋友,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紅人館,我是小帆 昨天在網上就流出了這個新城30家集體回憶音樂會的很多不同的片段 我又看了好幾個歌手的片段 其中今天最主要就講一下星夢傳奇的一班小朋友他們的演出 其實看到他們有這個演出機會都很開心 不過唯獨有些遺憾就是沒有男生,只有女生可以上來 他們就和胡鴻君五個人總共唱了六首歌 全部都是四大天王的歌曲 這個應該是之前已經選好了的歌 因為看海報本身就沒有他們四位,只有胡鴻君 那時候已經分派了不同的歌手,負責不同年代的歌曲 如果出名一點就自己唱自己的歌 好像蘇永康、張敬軒等等 其他歌手就會演繹一些前輩的歌曲 因為早幾天剛好看了一個四大天王九二年的時候同台演出的片段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在YouTube上搜尋 四大天王九二年應該都找得出來的 當時看那個片段是由頭到尾四個人任何一個動作 唱任何一句都很留意 不過可能年代不同 可能現在的年輕人看那個片段又沒有那個感覺 你看看這四個小妹妹唱歌都有一點點的感覺 你是會對她們一舉手一頭捉 每一句唱出來都很留意 當然不是四個都那麼有聲味 略略說一下她們唱成怎樣 其實最初獨唱就是胡鴻君自己唱了張學友的節目 接著四位小妹妹拍胡鴻君對唱的 就是唱劉德華和黎明的歌 分別是Aaron唱了劉德華的《愛不願》 Gigi唱了黎明的《夏日傾程》 Yumi唱了黎明的《我的親愛》 接著Windy就唱《夏日傾程》 接著五個一起唱郭富城的《愛的呼喚》 其實雖然她們只是一人大約唱半首歌 都是值得看的 而且看到那個表現就略略說一下 例如Aaron她唱《愛不願》的感覺就平了一點 我覺得可以澎湃一點 都是那個小小老問題 就是她其實之前參賽的時候 都幾次出現那個情況就是 是首歌唱得平 就是沒有什麼鋪排 尤其是主歌去副歌的那個 那個dynamic 就是小聲轉大聲 或者又大聲去回小聲 沒有的 多數都是全首歌差不多一樣 這個我覺得她需要繼續去訓練一下 或者問一下自己的唱歌老師 其實她應該是多一點值得去看自己演出的片段 就是做一個review 去看看自己唱成怎樣 我覺得她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就是可以唱好一點 因為都是一些鋪排 就是演繹的鋪排 就可以令這首歌好聽一點 接著就是Gigi唱《夏日傾情》 其實夏日傾情如果有三五十一年多 應該都一定聽過這首歌 或者大部分人都懂得唱這首歌 因為這個都是黎明的演唱會必唱 以及很經典 Gigi唱這首歌非常之正 真的沒得頂 完全是零下癡 我自己覺得她唱這首歌 還有那個鋪排 做得挺好的 雖然短短一首 她都沒有唱完一首歌 她都是唱了半首 第二次副歌開始 那她是 總之就正 正的就不用怎麼說 大家自己欣賞就OK 我覺得是很正的 Gigi這個演繹 好 接著就到Yumi Yumi就唱 黎明的《我的親愛》 都是黎明的 這個歌適合她唱的 因為那個 需要那個節奏感比較強 還有她是 按著按著出來 那個視覺效果很正 又做到跟觀眾的互動 和胡鴻君對唱的互動 都做得挺好 不過少少遺憾就是她唱歌 那裡就 她唱那個歌 就是唱主歌 應該是差不多她主歌的最後一句 就唱到平了 就是唱到低音了 因為她本身這首歌 都是升了做女仔Q去唱 那我想她應該是不夠熟 或者可能是臨時 有少少犯了 就是犯了 都是因為不夠熟 所以犯這個錯 這個應該不是一個鋪排來的 是她唱低了 其實之後她唱愛的呼喚都出現了這個問題 在那個音準那裡出現了問題 這個比較可惜 雖然其實只是預備 Total預備兩首歌 其實都沒有 每首都是唱一半左右 這個明顯看到她們可能有些太忙 或者因為始終是要演繹其他人的歌 沒學過沒聽過 這樣學 是真的突然間你忘記了怎麼唱 就忘記了 那個音準 就是沒有很足夠的時間 令她唱得很熟 那我想有些 他們幾位有些歌 他們是有聽過的 所以可能會唱得好一點 就是譬如Gigi她唱一下 傾情 我想她應該聽過的 就是在接這個job之前 那Yumi她唱這個 我就幾肯定她應該沒有 沒有唱過先 起碼之前 所以就出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那我們再 始終她年紀都是小 還有那些歌對她來說 真的太過 太過陌生了 那我們繼續給她一點時間 希望她會有進步 還有 就是辛苦的 因為你每次去演繹的歌 都差不多是你沒唱過的歌 因為她的時間這麼短 都頗有挑戰性 希望她繼續進步 跟著到Windy 就是 表現都非常之好 那麼 那個 dynamic 就是所謂 就是那個 可能說 由主歌 到副歌 那個 聲線的轉變 帶起這個情緒 她唱這個下 Fiesta 就很厲害 看到她 去到副歌 爆的那個力 是做得很好 那麼這個 其實另外那三位 都沒有 沒有Windy做得那麼好 她是做得最好的那個 那麼 就是都很眼前一亮 其實Windy一直 由她參賽到現在以來 那個 表現都真的不錯 好少說 其實真的好少可令到大家跌眼鏡 是唯獨 譬如一次她 飛走不可 選了一個太低的key去唱 那麼那個 那個飛箭之序 是選擇那個問題 但是她的演繹其實沒有問題 因為她都是盡了她的力 是發揮到她要發揮的東西 不過奈何 選歌 在她 幕後那裡 比她的意見 不夠多 那麼 那 那個是 是可惜 那時候就是因為這樣淘汰了 如果不是我覺得她到後來都可以撼 就是再看完她之後演唱會的表現 都會出色 還有我自己現場都 都看過Windy唱 就是在黃室寶那次 那她是 在那天 那天幾個人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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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Windy 所以 那天 那天 一定可以在這班學員裡面會佔到一席 因為其實慢慢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有某一些學員已經是少一些機會出現到在大家面前 如果大家都可以有空看回我上一條影片 就是講那些歌的受歡迎程度 因為某些學員的知名度太低 而且已經有某些歌曲出過街 點擊率那麼低,收聽率那麼低 實在你做後面的經理人也好 或者是電視台也好 或者是商場在他們15個人裡面選擇人出來表演 其實實在有一些成員就真的是很難選擇 這是一些商業考慮 其實不是唱得差的 有很多都 實在這個樂壇就是很容易就已經是用這個定了勝負 你受不受歡迎 因為你當大家都唱得好的 我當然是給一個受歡迎一點的出來唱 這個沒有辦法 唯有就希望其他學員繼續加油 尤其那些已經是比較少 出到來見到大家的 就是爭取每一次 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演出機會 爭取每一次的演出機會 就是每一次的演出機會 都會令到他們是增加到一定的粉絲 只要你唱得好 當然有人喜歡 所以就不要想著 都沒有什麼人看我 沒有什麼人聽我 每個人都是IGG 其實千萬不要這樣想 要是你要把握每一次的演出機會 好 接著去到後面 他們一起大合唱愛的呼喚 雖然其實每個女生都是唱幾句 那麼就明顯見到是Aaron就差一點點 那些咬字啊 唱出來你會覺得她是 呃 即是在短短那幾句如果分勝負呢 她又是輸了 那麼希望加油吧 努力一點去學多些唱歌吧 是的 還有好好了解到自己的毛病 在那裡去做多一些練習 其實是多些去看自己的演出片段 我建議她會容易些撿到自己的毛病出來 那麼避免下次再發生 那那個 即是她跟Yumi後來在愛的呼喚裡面 跟觀眾的互動是做得不錯的 就是跟胡鴻君一起在那裡搖一下手搖一下手 那樣 但是如果大家是聽唱歌為主的話呢 就會聽得出 嗯 都是Aaron那裡差一點點 那Yumi都是勉強收貨的 那是Gigi就交到貨了 那Windy都OK的 那這個純粹 因為之前有個網友留言呢 就說 啊你好像 對自己喜歡的歌手 好像特別說多些好說話 那樣好像很偏心 那其實我就沒有的 就是我又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我都是 根據一些唱歌的片段去說的 因為你麻木這樣去支持一個人 都沒有意思 他是不好的 個個都聽到你 你肯定說好 沒有意思 就好像 就是有些現在出來的偶像組合都是 就是一般的 但是多人喜歡 肯定說好 那我其實就不想 這班星夢學員是這樣 我希望他們真的以唱歌 或者是那個 overall的形象去 贏到大家的方心 那才走得久 那所以我希望 爭取每一次機會 去聽到他們的演出 去做小點評 或者你們如果 有幾位小朋友的粉絲 或者可能是 Aaron的粉絲 或者Yumi的粉絲 你都可以 不知道 粉絲應該不會這樣 跟自己的偶像說 就是 叫他們多些聽一下自己的演出片段 因為慢慢他們越來越忙 其實在這些地方 是做得越來越少 我相信 就是初初可能比賽的時候 還會不斷聽一下自己唱歌的表現 到現在越來越忙 可能這頭收工 這頭又是要學一些 未唱過的歌 去練 做預備下一次的演出 希望他們可以分配很多時間 做多些唱歌的訓練 先 因為始終年紀都是小 其實都有很多機會去演出 好好裝備好自己 那 那個 那個客觀條件都很足 有大的電視台 是不是 那外表方面 幾個都不錯的 當然是加上Chantelle 那 還有已經是 累積到一定的粉絲群 那 其實最重要這一刻 就是 繼續裝備好自己 去 去迎接下一次的演出 還有就是每一次的演出 都是 要認真一點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個片段 其實你會 都幾明顯看到 就是 某一兩個 是 唱出來 他對這件事 是做的準備功夫 是做得足一點 那 有些是 做得差一點點 那 就 大致上是這樣 那 其實看到他們 這個 畫面呢 就 跟 當年看 四大天王 真的很像 當然不是說他們 像四大天王 那 因為 他們都是 以一個組合形式 經常會同台 合唱 那 那 以前 所謂四大天王 只是 外奸對他們的一個稱號 他們其實 就 不會一起唱歌的 那 不過看到那個 青春 那個 活力 那個程度 是 是有以前的感覺 那 這個是 我覺得 這個樂壇很需要 因為 你假設 其實每個歌手都唱得好的 你哪些人是最 吸引到 別人去繼續 追捧他們 或者是 會消費 去 去聽他們 唱歌呢 樂壇 其實為什麼 現在 跟以前 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 差很遠呢 其實 最主要一個原因 大家那個 對現在的歌手 那個 消費力 已經低了很多 但是 如果 你找以前的歌手出來 可能開演唱會 或者怎樣 那個 那個 叫助能力 是強很多 那 因為 以前的人 是很有聲味 每一個人 你感覺上 他都很有性格的 很有自己的性格 你一看 例如 例如 例明 他一出來 他唱一句 你就知道 這是例明 希望他們 因為其實 星夢裡面 好幾個學員 都有自己的風格 已經慢慢走出來 那 已經是我的風格 你根本 不是那麼容易贏到我 譬如 Yumi 他是出來唱跳唱的 你基本上 普通的一個歌手 都已經不是那麼容易贏到他 唱 可能唱得贏他 但是 你整個畫面 算他跳舞 你又輸給他 其實 他已經是慢慢走到風格出來 那 Gigi更加不用說 他已經是走到很多種風格 好幾位都有自己的風格 已經是具備到一些 是 做到 當紅歌手的一些 基本本錢 我自己覺得 那 後面的就是 要他們繼續自己努力 在那個 唱歌方面 做得更純熟 還有 要穩陣 每次出來的 那個演出 一定要穩陣 還有 要 那個準備功夫 做多一點 那 其實看這些片段 都 都 可以 就是 我覺得TVB都可以 考慮給他們 去 就是 如果出碟 其實 就是 出一些翻唱 以前 人家的歌 啊 譬如 選一些 80年代到90年代的歌 那麼 改編一下 現在 有Johnny 有改編 其實改編一下 跟著出一隻碟 我想那隻碟 都 那個受歡迎程度 都可以很高 就是 由以前看80年代 90年代的 樂迷 到現在的小朋友 是追捧這幫偶像 或者聽以前的歌 改編了 當新歌 那樣聽 其實那個受歡迎程度 可以很高 就是 你 現在要做些歌 給他們的唱呢 又未必一定 有那個效果 就是 還有 就是 始終現在那個 那些 投放下去 買歌啊 那些 音樂人的水平 跟以前 是有少許距離的 始終 那麼 始終你 投資得少 就 越來越少那些人做 越來越少 聰明的人做 這個沒辦法 那麼 反而我覺得 可以拿以前的歌 去改編 做隻碟 反而有得想 就是 一開始 試一下市場反應 因為 你要他們做歌 做到可以出CD 或者儲夠些歌 來 將來開到演唱會 都挺難 始終都是要唱 之前的歌 是的 那麼今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繼續 跟進聲門的 的朋友 不妨關注一下我這個頻道 那麼 歡迎你們 就 分享給朋友 那麼 今晚大家就 留在電視機旁邊 可以看一下 星夢 TV 應該今晚是 播回星夢 那個演唱會 那個 那個 那個片 那麼 明天就 在美麗華 那裡有個活動 不過看來都 人山人海 不過我都應該會去的 到時候去看完 聽完之後 又再跟大家 分享一下 那個 那個感受 那麼今天就 來到這裡先了 多謝大家 拜拜